晚上十点 我照例打开直播间 粉丝们陆续刷起弹幕 终于开播了 主播今晚接着给我们整活呀 我擦 大晚上的太刺激了 我笑了笑打开连线 没想到第一个来的人 就引起了直播间的轰动 我没看错吧 居然真是白娇娇 主播心里要乐开花了 连线上大明星了 我们国民女儿那么单纯 这主播会不会吓到她呀 几万人瞬间涌入我的直播间 弹幕刷新的笔网长快了几十倍 屏幕里的白娇娇身穿一袭白裙 端坐在庭院中 她的怀里还抱着一只黑色的猫咪 我的耳边传来轻笑声 夏清清 真的是你呀 怎么现在还弄这种勾当了 弹幕狂刷 我女神居然认识这个主播 看吧 我就说这什么直播勾魂都是骗人的 先别急着踩人 难道前几天直播间里治好的人 都是请来的托吗 我看着屏幕里的白娇娇 心里一阵冷笑 没想到上学时尖酸刻薄的心机女 摇身一变竟成了娱乐圈里单纯善良的国民女儿 这人设立得不错 风尽四方 聚集煞气 白娇娇 你在养阴师是不是骗人的勾当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的话刚说完 白娇娇皱了皱眉 没等她开口 直播间里的粉丝恨不得 先将我撕了 造谣我们家姐姐 你等着被冲吧 什么养阴师 我们娇娇那么善良 只会养哈基米 家人们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这主播是疯了吗 黑心给天使女儿泼脏水 弹幕里一边倒的架势 让白娇娇有了底气 她抚摸着那只黑猫的颈毛 满脸委屈地说道 夏清清 没想到你为了丈人气 连老同学都诽谤 爱 要是换了别人 这会儿都给你发律师函了 这副样子 更是让她的粉丝们 开始疯狂攻击 真是人善被人欺 心疼我们家娇娇 我这就去点举报 现在什么人都敢开直播圈前 楼上的等等 先看主播怎么被当场打脸 她不是会勾魂吗 有能耐把阴师勾出来呀 白娇娇怀中的黑猫像是感受到了我的目光 她的四周开始聚集起一层青灰色的浓雾 什么哈基米 我笑死 那分明是阴魂俱形 将虐杀而死的生魂拘禁 再以巫术炼制成形 如此聚集煞气 做出来的阴师不容小觑 没想到白娇娇为了人气 连这种丧心病狂的事都敢做 我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 心中早已有数 我摇摇头叹息道 白娇娇 你好自未知 乌云遮月 不出半个时辰 必成阴师 我的话让直播间里炸开了锅 看主播的样子不像骗人 难道我的乖女儿真的养了阴师 楼上的闭嘴 我还说我全家都是阴师呢 你信吗 不就是半个时辰吗 坐等吃瓜 粉丝们叽叽喳喳地讨论 让我的直播间冲到了排行榜首位 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进来看热闹 终于有懂行的人说道 黑猫之音 你们看他的爪子是不是七指 七爪猫出现 必是大凶啊 底下有不少人发出疑问 什么七爪猫 八爪猫的 你怎么不扯到九指神干身上去 你们别说 我刚去查了 网上不少七爪猫的事件 好吓人啊 我也看到了 主播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这件事并不是网友们胡说 普通的猫天生五爪 但生魂若是被巫术炼制 在普通人眼中便是七爪 白娇娇怀里的那只黑猫就是如此 只不过 寻常人能看到的顶多是这个状态了 一旦阴师祭炼成功 久找黑猫才是他最终的样子 但见过的人 大多都已经死在他的獠牙下 我也是前几年跟随师傅外出食材 见识到这些 白娇娇此时还温柔地抚摸着怀中的胸物 旁边还有助理在给黑猫梳毛 我忍不住说道 白娇娇 饮事一旦成形 怨气极深 这种反噬不是一两条人命能够填满的 你要是还想活命 现在让我把黑猫身上的阴魂勾走还来得及 他听到这话 缓缓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夏清清 你不要微言耸听 这猫是我朋友送的 它这么可爱 跟什么阴师阴魂有什么关系 弹幕里刚才还有些怀疑的粉丝 如今也纷纷说道 对啊 相信娇娇 肯定是主播想博人眼球才这么说的 骗人尽快注销账号吧 别蹭人家流量了 昨天看他治好了一个昏迷的孩子 说不定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我无奈地摇摇头 昨天那个小孩是被送葬队伍下丢了一魂 所以一直昏迷不行 我帮他勾回了魂魄 这才行转过来 屏幕里的白娇娇满意地看着弹幕的话 他将怀里的黑猫放到一边 挑衅地问道 夏清清 你不就是想出名吗 今天正好有空 我就给你个机会 你说的这个养殷师 到底是什么呀 看着他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心里不禁有些想笑 愿之殷师的第一步 就是要宿主滴血祈愿 他会不知道这些 直播间里的弹幕 也跟着刷起来 对啊 让我们看看你还能编出什么来 哎呀别催别催 主播估计这会儿正忙着偷翻鬼故事呢 想蹭热度也怪不容易的 过了这村没这点了 快让他说 我看着一条条阴阳怪气的弹幕轻叹 蹭他的热度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白娇娇的生死都是他咎由自取 我只是不想周围人跟他一起遭殃 我抬起头 望着屏幕对面的女孩悠悠说道 白娇娇 帮你做这些事的人是不是没告诉你 因事成 宿主记 被人当了炼尸的祭品 还满脸不在乎 果真是天使女儿啊 说完 我对着屏幕啪啪鼓起掌来 对面的白娇娇终于变了脸色 这时候 直播间里的人也发现了不对劲 看娇娇的表情 不会真的被人骗了吧 我就跟你们说 这个主播有狠活 你们非不信 天哪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让主播说说这怎么办啊 白娇娇抬起骄傲的脸庞说道 你有什么本事能证明 你说的是真的 我直指他身旁的助理 让那个小姑娘端两盆水来 粉丝们兴奋起来 主播这是要放大招了吗 哇去 还等什么 大家赶紧录屏啊 白娇娇这次倒是配合 两盆水放在屏幕前 她拨弄着水笑道 你该不会说 我是水鬼转世吧 哈哈 我挑挑眉 你们分别将一根头发放到两盆水了试试 白娇娇一听这话 摸着她的那头断发自然不肯 你知道我的头发做了多少保养吗 但那群等着看好戏的网友们却不干了 一根头发而已吗 白娇娇也太娇气了 就是的 她是不是真的心里有鬼啊 白娇娇如今骑虎南下 她咬牙扯下一根头发 旁边的小助理健壮 连忙也将自己头发放进另一个水盆中 过了几秒之后 一条条弹幕飞速映入眼帘 天哪 娇娇的那盆水怎么变红了 大晚上的要不要这么吓人呢 姐妹们 我都憋了半天不敢去厕所 血红色的水是要吓死谁啊 屏幕里截然不同的两盆水 早在我的意料之中 白娇娇脸上神色不明 不知是恐惧还是心虚 殷尸的宿主从低血那一刻开始 就算是下了血世 在殷尸的眼里 宿主早就是一滩血水罢了 活人为继 阴阳骤转 那只黑猫 稀释完煞气 就会与殷尸融合在一起 紧接着就是享用祭品了 白娇娇你说是不是 白娇娇看着满盆的血水 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你到底在这水里弄了什么鬼 他一把扯起旁边小柱里的衣袖 你们是不是串通好了 一起想害我 我斜靠在椅子上 看着他发疯 弹幕刷起 娇娇你糊涂啊 这个助理从出道就跟着你 怎么可能害你 他走错片场了吧 这又不是滴血燕轻那场戏 主播 我好怕 那个什么阴师是不是快出现了 我抬头看着窗外的月色 骇十三刻 再过一刻中 殷尸就要成形融合了 我冲白娇娇喊道 你院子正后方的朱砂皇符 已经快被冲破 中宫的五皇煞隐隐欲动 白娇娇 你再不收手 就真的来不及了 殷尸马上就要成行了 屏幕里的他听到这话 反而一副激动的表情 白娇娇面露痴迷的坐回椅子上说道 怎么会呢 他不会伤害我的 弹幕在这一刻 炸开了我 我听到了什么 娇娇她这是承认了吗 不是铁职门 她是不是忘了 这是直播呀 剧本 肯定是设计好的剧本 这主播是不是娇娇公四千的新人呢 我有些无奈地看着网友的弹幕 白娇娇抱起那只黑猫 极尽温柔地抚摸起来 一旁的小助理瑟瑟发抖 连退了几步出去 眼看着天上的乌云 已经遮住了半轮月亮 没有时间了 这时白娇娇仿佛已经忘记正在直播 她像一具木偶似的 身体僵直地走向院子正后方 不好 医师已经迫不及待 成行出事 想借白娇娇的身体 去撕开最后一张朱砂黄符 我冲着她的助理喊道 快拉住她 粉丝们也都跟着刷起来 小南姐 你快拉住娇娇啊 妈呀 这真是中邪了吗 富强 民主 和谐 你们可别难为人了 这种情况 谁敢上去啊 找死啊 没想到 那个叫小南的助理倒真是够用 她听到我的话 连忙上前拉住白娇娇 可小南终究是个女孩子 面对被殷尸蛊惑的白娇娇力不从心 拉扯之间 她的胳膊被抓出几道红印 小南 闪开 我怒吓一声 随后从抽屉里拿出拼多多9.9包油的陶木剑 白娇娇生辰是什么时候 弹幕里的死忠粉立马刷出一片年月日 我知道我知道 1999年8月25日 陶木剑都出来了 这还能叫剧本 我心中暗叹不好 七八月份最是阴气中 天刚地煞 护身守魂 按 我的剑星直指白娇娇 定住了她的身形 弹幕一片哗然 我擦 这姐姐帅呆了呀 真会法术啊 别心急 说不定是两边一切配合给咱们看的呢 楼上的你瞎呀 你没看到白娇娇连眼皮都没法眨一下吗 我心里清楚 这不过是拖延时间罢了 乌云遮月一旦出现 谁也奈何不了阴师成形了 小男 你快把白娇娇拖走 赶紧离开这个院子 你们小区门口有没有石狮子之类的 去那躲起来 我连声对着屏幕喊道 只希望一会千万别伤疾无辜 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一阵阴风卷起 吹落了钉在院门上的朱砂黄浮 我是不是眼瞎了 怎么看到后面那张幅掉了 你没瞎 因为我也看到了 完了 我已经开始在害怕了 主播就我 咱们一起组团去楼下抱着石狮子吧 好吓人哪 黑漆漆的夜空中再无半分月色 白娇娇的院子里渐渐浮起血红色的薄雾 刚才还躺在椅子上的黑猫 身形暴涨了几倍 直到变换成一个巨大的黑影 一声凄厉地猫叫声 在午夜响起 苗屋 我看着院里的僵住的两个人喊道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走 片刻之间 院子里已经黑云压顶 浓重的血雾将院中的两人包围 白娇娇终于恢复了神志 可下一秒 那巨大的黑影就向她扑去 娇娇快跑啊 无眼不敢看了 谁刚才说这是剧本的 滚出来 呜呜 主播我错了 这特效一般人真做不出来啊 白娇娇此时哪还有刚才的嚣张之色 命数极微的形势下 她竟一把拉过小男挡在身前 我紧盯着屏幕 双手掐绝 不敢大意 就在那黑影起身一跃 双脚离地时 我连忙念道 四大开朗 天地为常 阴阳二气 生死轮回 便 阴魂所画出的黑影 被我死死困在空中 阴师之魂脚踏五行 便可不断吸取阴气 只有将她困于空中 断绝金木水火土 才能暂时拖延其行动 屏幕上飘过几行大字 这哪里是哈基米啊 分明是夺命咪 白娇教你做个人吧 自己做的逆拉 别人挡枪 说的就是 什么天使女儿 她就是绝命独女 弹幕区 看到阴魂被困住 一阵欢呼 我面色不改 依旧盯着屏幕 因为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白娇娇看到暂时没了危险 立马翘起了尾巴 夏青青 你别躲在屏幕后面装神弄鬼了 这就是你刚才夸大其词描述的阴师 她对着屏幕整理了一下发型 随后 白起平日里那副一脸无辜的样子说道 大家不要误会 这一切肯定都是对面这个骗子搞的鬼 没等她说完 弹幕就刷起一片骂声 要点脸吧白娇娇 小南姐给你当助理 真是倒写没了 你这个塌房方式 也是娱乐圈独一份了 做人不能太白娇娇啊 会遭报应的 出道以来就备受喜爱的白娇娇 哪里能受得了这种话 她正要解释 没想到一个狗吃时 就到栽在屏幕前 小南出现在她身后 拍拍鞋上的灰 快闭嘴吧你 老娘真是受够了 弹幕上立马炸裂起来 小南姐霸气 再补一脚 算在我帐上 娱乐圈独流快滚 别人谋财你要命啊 没等白娇娇从地上爬起来 天空中的阴影开始剧烈挣扎 我叹了口气 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音师成行 等不到阴魂会合 找上门来了 远处传来咚咚的脚步声 每一步都仿佛踩在胸口上 那般沉闷 直播间里的粉丝们瑟瑟发抖 天哪 这是巨人族来攻打地球了吗 我感觉这脚步能踩死八百个白 娇娇了 救命啊 他到底养了个什么怪物啊 当空中的阴魂挣脱我的束缚时 院门被一股巨大的冲击撞开 一个灰黑色的身影出现在庭院中 他双手画幅 朝天空张开血盆大口 周围的血物弥漫在他身旁 看不清面孔 终于 那阴魂趁机钻入他的口中 失魂合一 真正的音师终于成行了 天地间似乎容不得这等邪物 没等我出手便有几道雷击落下 那阴师以掌接雷 硬生生以雷电淬炼体魄 七重雷击过后 血雾散去 待我终于看清那阴师的容貌时 总觉得有些眼熟 挑了一眼此时疯狂的弹幕 我这才想起来 她是谁 我没看错吧 那不是影帝许实验吗 家人们 谁懂啊 昔日影帝一招便殷尸啊 重点在这吗 重点难道不是许实验 已经车祸去世大半年了吗 怪不得白娇娇感冒这么大的显阳殷尸 以前就听到八卦说她死缠烂打当红影帝 没想到竟然痴狂到这个份上 人死了做成殷尸都要厮守在一起 此时白娇娇眼中露出几分痴迷 她拖着刚才摔伤的腿朝殷尸爬去 实验 真的是你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 我隔着屏幕听得浑身一阵恶寒 殷尸早已失了正常心性 嗜血残暴 果然 当白娇娇刚爬到殷尸身侧的时候 整个人就被掀翻出去 鼓鼓鲜血从她的额角流下来 殷尸再闻到血腥味的那一瞬间 终于找到了她的祭品 我双手掐绝 打出两道锁魂结 淡黄色的绳索从四周将殷尸包围 直至成茧 她体内的阴魂被锁住 不得动弹 拼命挣扎 趁这时候 我将陶木剑反手拿在身后 随手掐了个剑指 开始大声念咒 随着咒声响起 我开始持剑在空中凌空虚化 待我将几剑劈出之后 殷尸身上多了三张火符 火符瞬间在殷尸的三处大雪燃烧 那原本只是虚符上的火苗 越烧越旺 将殷尸身上的怨气 振振逼出来 白娇娇看到心爱的人身上起火 立马想要扑上去 一旁的小男 可没给她这个机会 抓住白娇娇的衣领 一把将她拖到隐蔽处 放开我 我要去救石燕 你快松开我 你们就是极度 是不是 极度石燕 只能陪在我身边 白娇娇的神色愈发癫狂 只是下一秒 小男就堵上了她的臭嘴 弹幕一阵唏嘘 极度你啥 极度你每晚抱着尸体睡 白娇娇 这福气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吓死人了 我都不敢多看一眼 别来沾边 OK 一旁的殷尸 还在扭动挣扎 浮路上的钢火 让她的魂魄痛苦难忍 浑身散发出青烟 我见那所魂结隐隐有裂开之势 果然是经过雷电添炼之后的殷尸 能耐不小 在她正脱开束缚的同时 我也正好准备玩居魂术 只是毕竟不是亲身在现场 法力被削弱不少 殷尸彻底被钢材的钢火激怒 整个人以掌拍地 召唤出方圆的怨灵 我一脸打出五道居魂术 层层施压下 殷尸的身体终于出现裂纹 那狡猾的阴魂被我近乎完全拖拽出来 就在我以为马上要大功告成的时候 才发现不对劲 不好 中计了 这阴尸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竟有了灵智 被我已居魂术拖拽出来的 不是阴魂 而是那周遭怨灵的结合体 它是故意引我上钩 怨灵不同于阴魂 极易反噬给施术之人 万千怨灵冲破了我的居魂术 屏幕前的我 喷出一口老血 我从抽屉里摸出几颗师傅流的丹药吞下 粉丝们在直播间里惊呼 一片 这阴尸这么厉害的吗 连主播都吐血了 这应该不是血包吧 看颜色不像假的呀 心疼主播 楼上的你哪只眼看见人家 往嘴里放血包了 对对对 你全家都是大血包型了吧 情况紧急 已经容不得我多想 我寄出脖子上一直佩戴的胡爪 以血为瘾 打出符咒 那阴尸的头上 瞬间被一只巨大的胡爪所笼罩 阵阵唬声从四周响起 此时的阴尸 头发根根倒数 他接连打出几记血掌 试图冲破胡爪的封锁 可吃过一次亏的我 怎么会给他这种机会 我当即打出师门绝学 灭魂指 天空中的胡爪 与我神意相连 巨大的威压 从天而降 阴尸似乎还想抗争 只不过致阳之力 爆出的金芒 煞时将他的身影砸到地上 院落里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漫天的灰土遮盖了摄像头 屏幕前一片灰暗 弹幕疯狂地划过 主播威武 我宣布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的死忠粉了 我擦 这都可以 给商家两天时间 我也要那个同款的小胡爪 灰土散尽之后 院里的一切变得清晰起来 那阴尸被伤得浑身快要碎裂 挣扎了几下 难以起身 我重新凝出几重锁魂结 做成牢笼 将残喘的阴尸锁在其中 如今他一力薄弱 已经再没力气冲破出来 我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瘫坐在椅子上 网友们大呼刺激 太过瘾了 这比在电视上看那些资本家的丑孩子刺激多了 哈哈 还是你会说 只是可怜我那英年早失的影帝了 没错 白娇娇那个坏女人死了没 旁边的小男听到声音跑出来 他心有余悸地问道 大师 那个 银尸真的出不来了吧 我点点头 他这才放心地拍拍胸口 早知道这东西这么厉害 我当初就应该更死命地拦住白娇娇发疯 正巧我也想知道是什么人叫白娇娇做的这些 于是问道他从哪学来的这等邪术 你知道吗 小男摇摇头 我只知道他失踪了半个月去拜师 具体的也不太清楚 你问他自己吧 哎 白娇娇人呢 四处寻觅的时候 弹幕疯狂提醒 死女人在后面 他不怕死啊 居然又跑去殷尸旁边 主播小心 小心 那祸害再给殷尸喂血 我向小男身后一看 气得差点又喷血 女子体质属殷 简直是殷尸绝佳的补药 那白娇 娇哥开了手腕 正举着给殷尸进步 他脸色惨白 眼神迷离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实验 全世界只有我最爱你 多喝点 我咬牙 目喊道 白娇娇 你怎么还没去死 殷尸的身体各处快速愈合 四周聚集的血雾 已将锁魂牢撕出一个口子 我快速将白娇交锋锁住五行七脉 甩向一旁 阴风骤转 一声仰天长啸响 响入每个人耳中 得到鲜血滋养的阴师力量更胜一阶 重新站在屏幕里 刚刚用过的胡爪 此时还未完全恢复 我打出几道执法出去 都被殷尸挡开 看着眼前的屏幕 我心中气就不打一处来 此时的殷尸已经不是我能够隔空收服的了 现在想赶到白娇娇的院子里 时间实在来不及 眼看着殷尸就要血涂四方 如今我只能这么做了 五方鬼帝是为主 拜请真君降临处 殷尸作乱 速速赶来 随着我念出口中的咒语 院中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 浓重的阴风从里面涌出 无数哀嚎声此起彼伏 还好他们两个没偷懒打瞌睡 这会儿赶时间 只能将地府与白娇娇家里的院子强行连通了 洞口处 终于出现了一黑一白两道身影 当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 粉丝们沸腾了 兄弟们帮我看看 那是黑白无常吗 今晚我都看到了什么 哎呀我激动的想砸键盘了 有生之年 我居然能活着见到这哥俩 荣幸啊 身着白衣的瘦高身影 笑着摇摇扇子 下家小丫头 我正忙着呢 就被你喊来了 什么事啊 我指了指他身后的音师说道 快老白 我来给你送业绩了 他回头一看惊呼道 我去 谁胆子这么大 敢在阳间养出这玩意儿 老白身旁的黑爷 沉着脸踹了他一脚 还不赶紧干活 随后 黑爷隔空冲着我说道 别听他胡扯 忙什么忙 他在那沉迷看修马蹄呢 我忍不住在屏幕前笑出声来 现在地府里的网速都这么快了吗 有他们俩在 我也有空能看看弹幕了 颠覆我认知啊 地府居然还通往 没想到白无常居然跟我兴趣相投 也爱看修马蹄 主播你快告诉他 去搜洗地毯切肥皂 他肯定也爱看 老白脸上轻松嬉笑 手上却没丝毫放水 这小阴师还挺厉害 快点跟你白爷一起走吧 阳间有什么意思 每天那么晒 那阴师似乎也感觉到了危险 他聚齐四方怨灵 祥与老白相抗 只见两方的阴团越来越厚重 整天天空都在黑压之下 黑爷倒是放心 他慢悠悠地走到屏幕前 好奇地看着里面飞起的弹幕 黑爷 你咋坐下了 不去帮帮队友吗 好帅啊 有没有哪个经纪公司胆子大 帮他们俩出道啊 完了完了 我已经开始磕起来了 楼上的差不多就得了 什么都科指会害了你 我看着眼前的黑脸男人 心想这届网友胆子可真大 黑爷一本正经地对着屏幕说道 出道可以考虑 和那个小白脸一起不行 但务区各种粉红欣欣碎裂 黑爷一个人出道独美 我宣布我就是独尾 这种禁欲戏男人谁扛得住啊 男友力简直 看完弹幕里这些风言风语 我的目光扫向后面的阴尸 这白娇娇不知道平日用什么滋养着他 一时之间 竟与老白打到僵持的地步 黑爷刚想过去帮忙 就被老白拦下 别过来 我今天非要跟这小阴尸过过招 太久没碰到这么难缠的了 那阴尸喝完白娇娇的血后 身形大了几倍 浑身上下从黑色转为血红 转瞬之间 阴尸的手上不停电缓 当初淬炼身体的雷电 竟被他释放出来 老白立马散出结界户在四周 这到底是哪个天杀的祸害养出来的 别被我知道 不然非得把他扔到十八层地狱度假去 粉丝在弹幕里纷纷好心提醒 他叫白娇娇 C成出生 生辰八字 你等我给你找找 快把他扔进去 不用带回来 谢谢 白爷替天行道吧 阳间开除他这个祸害了 老白此时也被阴尸激起了怒气 黑白无常的本事 岂容他人小觑 两个悬浮的身影立于空中 老白折扇一挥 在空中画出三千钉魂丝 层层将阴尸包裹 四周阴封狂笑 阴尸静口中发出模糊的声音 为什么不让我报仇 老白立于他身前说道 因果轮回 自有天定 你们阳间不是有句话吗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你已经不属于这里 自然由不得你在阳间兴风作浪 愤恨的阴尸将牙咬的声声作响 都是那个女人 把我弄成如今这模样 哈哈哈哈 他居然还每天对我说 要永生永世在一起 我好不容易熬到失魂合一 第一件事就是找他报仇 不把他生吞活泼 我心中怨气永无安宁 屏幕前的我叹了口气 炼制阴尸的过程无比残忍血腥 白娇娇以爱的名义做这种桑尽天良之事 真不知道被他爱上 是不是前世的罪过 粉丝们也都纷纷打抱不平 要不让殷尸先解决了他 再回地府吧 你没听到刚才主播说了 抓住殷尸算小白哥的业绩呢 你们别断人财路 快给我家哥哥一个解脱吧 死了都不得安生 作孽啊 老白见这殷尸怨气未消 冥顽不灵 他冲黑也招招手 小黑这家伙也是可怜 你给他看看吧 黑也不满这个称呼 冷哼一声 他起身来到殷尸面前 拿出一册卷宗旨给殷尸看 看到了吧 你的冤仇自会有解 何苦搭上自己灰飞烟灭 一般人我都不给他看的 定魂司里的殷尸 看完上面的内容 仰天长笑 痛哭声引得方圆十里 怨灵皆痛 这个场面倒是有几分悲气 直播间里的粉丝们看到这里 也忍不住跟着难过 好好一个人被搞成这样 换成谁都想为自己报仇啊 我也想看看那个死祸害到底以后会怎么样 哎 这也是个可怜人啊 啊不 可怜鬼 老白站在一旁等了半天 终于忍不住说道 行了 一个大男人哭差不多得了 赶紧进来 我们要收工了 他有意无意地摸着肚子 喃喃自语道 哎呀 谁家大晚上还得加班 谁有我老白辛苦啊 连点加班福利都没有 真是剥削啊 我看着他偷摸瞟过来的眼神 无奈地说道 好好好 你最辛苦 我请你们去吃上次那家炸鸡怎么样 我的话刚说完 黑爷的大脑袋就闪现在屏幕里 小丫头说话算话 我要吃那个蜂蜜芥末味的 老白在后面一边将委屈的殷尸收进口袋 一边喊道 那个酸酸甜甜有什么好吃的 小夏别听她的 要相信白爷严选 自然为的最好吃 我看着他俩争执逗嘴 笑着摇摇头 你们说了算 双拼行不行 不然就点两份 今天管够 屏幕里黑白两道 身影渐渐消失 只剩下他们传来的声音 快走 老地方见 关播之前 我看向直播间里的弹幕 我的天哪 今晚太刺激了 主播 明天能不能再请来这两位嘉宾哪 我提供诈架 今晚都要失眠了 哎 他们要是见过黑白无常 与我初识时的样子 保证吓得立马回家找妈妈 我看了眼墙上钟表的时间 也差不多了 今晚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明天晚上十点准时再见 说完这句话 我慢慢合上电脑 这一晚还真是惊心动魄呀 只是不知道 蛊惑白娇娇的背后之人究竟是谁 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此人以后还会兴风作浪 算了 先不想了 还有两个大哥等我去吃炸鸡呢 距离上次殷尸的事 已经过去一周了 这一周里 白娇娇三个字简直霸平全网 震惊 国民女儿白娇娇竟在家中 私养殷尸 最新消息 白娇娇每日与殷尸同住 那人竟是去世影帝 去影帝许实验粉丝爆料 当初集资购买的冷冻水晶棺 早已被人挖开 我的粉丝群里 也不停地有人分享最新消息 其他人没看到当晚的直播 真是遭老罪了 他们这都是看的文字版爆料 哪有咱们看现场直播刺激 我发誓 以后蹲死主播的直播间了 谁错过 谁一边难受去吧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 白娇娇就被警方带走 只是醒来后的她 已经被吓得魂魄散尸 我本想从她口中得知背后之人的信息 如今也是不可能了 那天老白吃完炸鸡后 越想越来气 她起身回到那院子里 抽走了白娇娇的感情魄 反正都已经快疯了 我还是抽走她的恋爱脑吧 别等到几十年后放出来 又跟疯子似的把哪个老头做成阴师 我和黑爷听到这话 在一旁捧父大笑不止 白娇娇最后被警方 已偷到尸体和辱尸罪关押 她的家里人试图用精神疾病作为挡箭牌 但不幸的是 白娇娇做这一切的时候 精神完全处在正常状态 毕竟这种明星 网上有无数的公开视频可以作证 无法掩盖 这件事情之后 我的直播间粉丝暴涨 晚上十点 我准时坐在电脑屏幕前 各位粉丝大家好 咱们又见面了 屏幕对面 键盘闪烁 头戴耳机的音域少年出现在镜头前 而她嘴里抽的竟是凡人供奉的香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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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